小凤 你爸爸就住这边是吗 嗯 那是我去跟叔叔说 还是你去跟他说 我去跟他说吧 我先过去讲一下 你在这边等我 行 那你先探探他的口风 我在这等你 好 你这么过来 爸爸我过来看一下你 然后那个 嗯 我觉得你跟小凤哥之间有误会 你不了解他 然后那个 这是小凤哥给你买的东西 我不是跟你说话 叫你不要给他来玩 他给他来玩 我是觉得你不了解他吗 然后他一会想找你聊一下 就是聊一下这个事情 不用聊了 你再给他来玩 我们就抓你后面放信 对 那这个东西他给你买的 哎 哎 爸爸 哎 小凤 嗯 怎么回事 我爸 我爸他不想听 哎呀 要不我们先走吧 别在这了 一会儿你爸爸看到我更生气 嗯 走吧走吧 我们走 小凤哥 没想到我爸反应还是那么大 该怎么办呀 小凤 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匆长记忆 慢慢来 不能着急 我是这样想的 呃 在你家附近先找个房子把它买下来 然后装修一下 这样你爸就会觉得我们俩离得很近 就不会让我们分开了 不行的呀 那肯定要很长的时间的 我爸这一时半会儿他也不同意 要是我爸他还是那么反对的话 我就跟他断绝父女关系 小凤 你千万不能这么做 你要是这么做的话 你爷爷奶奶得多伤心啊 长这么大我都没有任性过一次 我想为了自己的感情任性一回 哪怕只有一次 小凤你别傻了 没有长辈们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与其这样做一辈子不幸福 还不如一开始 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在一起了 小凤哥你什么意思呀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没有那么爱我 你是不是一开始只是可怜我 你根本没有想跟我一起走下去的决心 对 没错 我一开始就是同情你 我就是觉得你一个小姑娘很可怜 这种感情不是爱 只是同情 是我错把它当成爱了 既然你这么说 那么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 我讨厌你 哎 人生风景在游走 每当孤独我回首 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 等着我 所谓如流在穿梭 心不爱的我绳索 只能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 只能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 夜一整夜 心事想谁说 小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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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的爱都错过